還要呼籲 我現在想罵鬼 我用代號,不要直接罵 大家明白就明白就算 聰明人 聰不聰明都沒有關係 我去英國之前 一直收到很多風聲 很多消息 都是一名叫做GG的電話公司 可以在香港上網 取一張免費的SIM卡 之後加10磅 不知10幾G還是20G 我現在管是 uz100G 為甚麼呢? 一會兒說大家就明白了 這隻GG真的是game over 我現在為了你嗑痴 我原本用的時候還可以的 我住淺水灣 人少 收到很厲害 很厲害 了不起 頂他 去到攤 有一天 原本是這樣的 有很多人帶我去攤 帶我認識黑池 幫我協助 適應生活 我很少用手機 好 接著 有一天我自己去攤 我走到那裏吃東西 按一下 突然聲音不出 沒有數據 但他寫著4G 接著 我以為iPhone賣了 糟了 這麼窄的iPhone 可否來到英國才賣 真是大件事 怎麼辦 左攪右攪才發現 我的Lokia也收不到 我用了兩張GG台 Lokia也收不到 那就算了 這麼差勁 我還說英國的電訊系統 這麼差勁 人也收不到 久而久之 一天 周而復始 萬象更新 他真是萬象更新 每天都收不到 好了 要怎樣才收到呢 就是人少 他收到很慢 人多少少 就已經是GG Game over GG了 那 我想說大家 不用太心急 假如你準備來英國 你到英國之後 機場 沒有WiFi 有WiFi 如果你是不放心 用WiFi 這樣計算 我記得 在Central Coach Station 那裡 有一間便利店 你可以去那間便利店 看看有沒有 E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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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夠發出 EEE卡 E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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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 GG就真的GG 我就沒有說他不好 就算你給10磅,給1000GB我都沒有用 他真是GG 他不是叫你叫 GG了 所以千萬不要心急 所有來香港的人 你可以申請自己的台 萬油一天,就不知一塊水流下 我寧願給一塊水流下 用自己的萬油一天 或者可能 二十元三十元 我不要理會多少錢 自己的手機萬油一天 然後我才來到英國 第一天去超級市場 所有的超級市場 大部分99% 我看到那些 都是有賣 SIM卡手機 就不用 綁合約 也不用地址證明 不需要地址證明 就直接上台 如果你是給信用卡 就已經是十名登記 信用卡過數是可以的 正常你去到 什麼門市?三門市? 可能我不知道,我沒有試過 可能要你地址證明 跟著你又是信用卡過數 你為什麼要去門市? 很方便 你去超市賣 就賣到那些卡 我去過這麼多間超市 都看到有卡 重要啊 HELLO 重要啊 手機都可以買 你不見了 你不見了手機不用怕的 你不見了香港的卡 當然不要不見了 不見了香港的卡 不見了 你不用GG都變了GG 不見了 我當你的手機壞了 你就去超市買一部新手機 我記得Lokia 跟香港價錢差不多 什麼貴20% 我真的不見了 可能港幣高了 其實港幣高了 應該相對上 英鎊又會低 又不是啊 總之我不管 有錢花得鬼推磨 一千幾百 又如什麼? 垃圾 是不是? 我不是大有錢 我不是討好 只不過我花錢的價值觀就是這樣 你就不要跟我說 要我省10元 20元 一百幾十 你不要跟我說省這些錢 錢就不是我們省的 錢是我們做什麼? 用來用的嘛 你賺錢是賺錢用來用的嘛 錢是買開心 求歡樂 求生存 吃飯 你吃一百元一餐 我說吃一百五十元一餐 我只貴你五十元而已 我不是吃不起的 如果貴五百元五千元 就說吃不起而已 所以錢是用來花錢的 你看自己有多少錢 當然是就住來花錢的 可能有些人吃飯 吃三十元一餐 沒辦法 你自己不夠錢用 就可以省一點 但我不是嘛 所以我已經測試了 三張卡 一張GG 一張叫做L L排第二位 GG排第一位 EE排第三位 就是我分開三張卡 買的次序 我先買GG 今天是GG 然後買了一張L L都可以用到的 但就慢過EE EE是最快速度 好 好 以免夜長夢多 長話短說 講完 行不行 不要買GG 來到英國 才可以超市買 OK 我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國 如果 我當日不是用了GG 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裏 跟大家說 EE是非常好 OK 聽意思 謝謝 謝謝